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3月30号进行的名人战16强的比赛 由黑方丁浩对战白方柯杰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看了这盘棋 我个人而言的话,愿称之为这盘棋为 今年到目前为止 真的是最精彩的一局,没有之一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丁浩,对角 两个新位,柯杰也是新位和3-3 这个布局基本上很难见的 然后黑棋点角 白棋也点 黑棋打吃利 白棋飞,黑棋夹击 这个左上角还是似曾相识 昨天呢,柯杰就是用这一招 来蹂躏王兴浩 那今天呢,这个丁浩反科为主 相同的招式 这个考验柯杰 那柯杰表示呢,你这个 今天用这一招啊,完全就是扳门弄 所以说白棋直接脱先,不管了 再点个角 黑棋大飞 然后白棋出头 黑棋再飞啊,开局黑棋下的还是比较的飘 白棋打吃,再利啊,这个也是非常符合这个柯杰的做法 管你三七二十一 你要杀便杀 我先把这个控捞足 特别是右下还是个三三 等于说现在三个角 直接在手 黑棋再飞过来 白棋夹一个 黑棋单瞻 白棋再飞 这个棋的话呢,黑棋要是直接进攻的话 那就应该去破眼收根 可以先冲一个 刺一个 然后不管哪边夹过来 反正要走一手 这个是直接攻击的一个方法 实战定号的选择呢 是想先在左下角定型 把外面给走走后 如果说白棋选择冲完之后 打吃这颗子 走这个简单变化的话 那黑棋底下 树立棋到围墙 这样的话呢 让白棋在里面就算活掉的话 黑棋可以说外面连成一片 这个棋就会走得比较厚 实战客截 从左边打 那就把方向 转向这个大龙 黑棋也没有下出这种分段的抢手 而是直接拆边 让白棋联络 然后黑棋自己再连回 这个棋的话 对于白棋的压力就比较小了 黑棋还是想把这个布局啊 直接过渡到中盘 这样的话 中间的子比较多 然后棋也比较厚 就更容易发挥出这个力量 不过柯杰并不答应啊 觉得你这个棋啊 根本不算后势 所以说直接来一个穿向眼 这个棋也真的是选择了弹幕最多的下凡啊 黑棋冲一个 那白棋自然不会马上挡住啊 不然的话被黑棋断 这个子还是要损定去 跳的话打吃 你不可能再跑 这个直接被拍死 所以说白棋单退啊 这个棋的话 黑棋稳了一手 直接补棋 冲的话呢 就这样往里冲 那你要想联络完整 只有跳架 但这个棋还有缺陷啊 就是白棋冲一个 断一个 你打吃他沾上 这个棋你要是底下补棋 弃掉外面三颗子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去下 你要是硬跑外面的话 那底下这个 以后断打长 一个味道也非常差啊 这个形成对杀 黑棋气也不是很多的样子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就直接补了一手 并没有冲 白棋再碰 这个棋真的是有点得理不饶人啊 其实这个穿向眼 已经算是便宜了一点 这个棋还想继续便宜 如果说黑棋再这样退缩的话 白棋往左边一站 这个棋两边这个都把黑棋给压扁了 这个黑棋肯定不会这样下 实战 丁浩终于选择反击 丁浩的这个棋风呢 还是喜欢先把自己的这个棋啊 走得比较扎实一点 然后再作战啊 不是那种纯厚的这个走法 还是属于立战型啊 但是不是那种蛮干的 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喜欢先稳 然后再出击的这种 白棋沾上黑棋沾 下一手棋底下扳捞空啊 这个地方肯定是便宜了 那黑棋往左边拆二 这样白棋大龙还是得坐眼啊 靠一个 黑棋二路扳搜根 然后白棋左下角先爬一手交换啊 外面直接冲断 这盘棋可以说从这里开始啊 就可以看出柯杰的这个战斗欲望是非常强的 底下黑棋双一个 然后外面这两颗子 白棋确实不太好吃 你要是直接拍死的话 有这一手刺啊 刺的话你提掉有这个冲断 实战白棋走了一个拐打 这个棋还是很有想法 黑棋不能跑 跑的话这个下法就太业余了 被这个白棋打吃完之后冲出来 那黑棋绕一圈吃一颗子 外面被打穿显然不可能这样下 实战黑棋也硬来 坚定 这个棋什么意思呢 你白棋不管是提也好 这个挤也好 你这样吃两颗子的话 还是会被黑棋给断开 这边有个冲完之后沾 两个断白棋顾不上 所以说白棋沾上 黑棋联络 也是硬生生的就把白棋的大龙 给他锁进去了 那白棋底下贴住 这个地方也是挖了一个陷阱啊 就是你黑棋如果说敢冲断 这两颗子吃掉的话 那白棋先气给你 气掉之后呢 先手分断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 还有跨断的毛病啊 黑棋这个两两个小飞 在续盘阶段看上去非常优美啊 但是现在反而会成为负担 这两手跨之后 断打 然后底下打吃 再往中间一跳 黑棋就难办了 你这个双板凳得跑 跑双板凳的话 中间一小间 这根棍子要被白棋给反杀掉 棋太紧了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黑棋也是不敢去吃底下的 吃底下的话被先手断开 双板凳和中间被缠绕在一起 必死一块 所以说当白棋贴住的时候呢 黑棋没有上当啊 选择虎一个 先吻一手 白棋双不断 然后黑棋左边打吃 还是瞄着白棋这整块大龙 白棋长一个 黑棋单瞻 先把自己点回 白棋在做活之前啊 先往底下沾一个 有个二路搬过 这个棋的话 黑棋就搬阻度了啊 其实脚上啊 这个白棋并没有进活 有这个手段 断打完之后 这个搬 开截啊 白棋点过来 打吃的话 黑棋就做截 但是直接打这个截 黑棋时机不对 因为你这个 截太重 比如说你找这个上面的冲 这个尾巴 白棋就可以不要了 把这个截一削 黑棋再冲吃的时候 左边黑棋的这个尾巴 也会被白棋给冲掉 这一冲 黑棋连不上 你一路搬 白棋打 断打的话 再打吃再沾 两个断 那肯定要死掉一个 所以说这样转换的话 黑棋单从木树上来讲 也不便宜啊 而且白棋大龙 直接就活了 左下角呢 以后看情况啊 这个白棋如果说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是可以考虑自补一手的 实战黑棋底下斑 分段 还是瞄着大龙 那白棋从中间这里撕开一个口子 还是这个两胯的这个手段 黑棋还是没有敢冲断啊 这个地方黑棋怂一下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确实很薄白棋上面压过来 这个棋就麻烦了 扳头的话 他可以跳出中间以后贴出来的 这个各种先手啊 长的话白棋再贴住 你顶住的话白棋就出头 以后这个左上还有段 这一段吃掉棋筋 那白棋就连通了 你要是最为朴素的这个方法去联络的话 那中间有出棋啊 中间被白棋打吃完之后贴住 马上这个要贴死你这个这根棍子 你出头的话呢 白棋打吃了 这里直接跳架就把黑棋给夹死 所以说中间确实千疮百孔的 黑棋要扛不住这一轮的重创 没敢冲 还是往底下去拐打 那白棋站出来 下一手棋的话 黑棋就往底下补了 这个棋 我们要注意 底下的这个白棋棋筋啊 黑棋是没有吃住的 你要是补中间 继续封锁的话 白棋可以跑这颗子啊 你夹不住 夹的话冲完之后断打 直接一气闷死 那你贴住的话白棋冲 你底下这块还得再跑 白棋在拐头 相当于白棋这个 秋缠住黑棋上下两块啊 一起去杀 这个棋也很乱 反正黑棋想封锁白棋 吃住大龙的话不容易 实战呢 黑棋反正没有把握的事情就不干啊 所以说就选择往底下飞 把这里补好 白棋中间打吃出头 黑棋继续逼住 这个棋感觉好像就和平收场了 要打的话也没打起来 然后白棋大龙活棋 黑棋底下围空 一副这个非常祥和的这个状态啊 但是这个其实是暂时的 马上呢 白棋又打破了这里的瓶颈 先往上逼住 黑棋中间得跑啊 拐打 这个赵主啊 这手棋走的也很强势 白棋飞出 这个地方黑棋也不能用强啊 你要比如说走这儿飞的话 白棋是不怕的 而且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左下角 白棋嵌了一个这个打结活 没有补 白棋想先手补怎么办呢 可以往上路跳一个 这个跳一个 然后提掉啊 黑棋不走的话会被冲断 这样黑棋得补 白棋可以先手把脚上这里给进活 然后再处理上方 白棋爬一个再冲 你要是想破眼并一个先手 封锁的话 这个地方也杀不了白棋 首先这个上面有阿卢飞的先手 马上要从右上跳回 你不管怎么分段 像这个上面搬一个立一个就活了 而且除了这个做活之外呢 黑棋你也没有联络啊 这个地方被白棋冲一下 再冲一下 再断 还是先手把黑棋断开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也不能硬来 而且左下角这个地方 白棋也是最好是把这个二路跳 然后走掉 先手做活 这个省得以后有这个麻烦啊 实战白棋选择飞 黑棋就直接冲断了 那白棋断打 打持 黑棋反打白棋提 黑棋再长 这个是必然的变化 黑棋两边安定 白棋上面拔花 先手掏空 这个棋还是很漫长 接下来柯杰这个又开始要秀操作 这种棋下出来啊 基本上80%都可能是柯杰的棋 这一看这个棋谱就知道 都不用看这个对局者的名字 这种棋充满零棋的一手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黑棋女如果说要违控啊 底下扳的话 这颗紫啊 就被白棋紧了一口气 导致什么呢 白棋的这个棋筋就可以跑了 你压过来白棋成 本来是没有这个碰的交换 黑棋是可以小间把白棋给这个封锁 这样白棋跑不掉 但是现在呢 多了白棋这手碰啊 那白棋在一起 你这个外面弃劲 被白棋断打完之后 再一打这个地方要突围了 那你黑棋中间也有危险 所以说这手碰啊 其实也是瞄着要跑这个棋筋 真的是非常的巧妙 那实战呢 黑棋往上面扳啊 上面扳呢 白棋长一个 黑棋再往前长 虽然说这个白棋棋筋跑不掉了 但是还是要在外面骚扰一下 这个就让黑棋很难受 黑棋实战选择忍耐 这个地方AI的建议呢 是黑棋往底下去补一手 把这个小堡垒给他围起来 白棋长的话 黑棋还可以跳出作战 但这个地方 黑棋就判断的有点输 我们刚才也讲到 丁浩的这个棋 虽然说很善于战斗啊 但是以稳为主 实战顶一个呢 真的是被科技也装到了啊 这个地方确实一手碰一手点 然后黑棋这个完全是在退让啊 接下来科杰往底下跳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底下三颗死子啊 现在都是生龙活虎的 很有可能就成为白棋做活的这个帮助 黑棋脚上穿过来 长出去啊 白棋二路飞 科杰的这个棋呢 典型的先捞后棋 而且这一盘的先捞后棋啊 就比以往显得更加的高级 以前呢 但纯粹是不绝 先掏空啊 四个脚一捞 然后往中间去四脚穿心 再打入腾罗 但今天这一晚棋啊 是掏空的同时 透着一股杀劲 而且还要这个 随时准备反咬黑棋 这个棋这个可以说 就非常考验这个功底了 可以说是先捞后棋的这个plus版 接下来 黑棋尖顶 白棋呢 没有敢挺头啊 这个地方挺头的话 多了这个尖顶 黑棋再往这一压 要把白棋给盖进去 这个比较危险 科杰也非常灵活 在底下挡住 先坐一眼 脚上这个地方 你总不能这样搬进来 搬进来被白棋断完之后 断打 这个底下要反杀了 所以说黑棋只有往外搬 白棋联络 黑棋底下虎一个 不让白棋尔鲁打拔作业 白棋再打黑棋斩 下一手棋 白棋拐头 现在白棋就是空捞的差不多了 要把这个底下的姑棋 给他处理一下 黑棋右边也不活 跟着飞补断 白棋中间打吃 底下小尖连毁 其实这个地方白棋的眼 也是比较成问题的 因为我们要注意到 黑棋这个扎钉 是一个先手 这个白棋脚上不补的话 直接大伸腿进去破眼 这个局部不活 补的话随时来一个二路拖 这个眼就没了 比如说白棋这个 这样操作的话 一定需要这个对局者 有非常强大的这个计算力 以及对于这个局势的掌控 不然的话 一般人来这样下 就纯纯的找死 下一手棋 黑棋往中间飞 白棋相步飞 这个棋真的是下出来 实在是太帅气了 一般的这个思路 可能还是担心这个断 这个飞到这就差不多了 他还敢向不飞 真的是那个男人又回来了 这个棋飘移在哪呢 你要是断的话 断的话 这个白棋打吃粘上 你再断 白棋刚好是可以 把黑棋给蒸掉的 这个地方就直接 这样蒸死 所以说直接断不行 那你要是这个穿向眼的话呢 白棋有方法去治理 就冲完周断 你贴住的话 白棋有这个尖顶 这个尖顶黑棋总拦不住了 你斑的话直接就挖出去了 这个地方就通掉了 所以说这个相步飞 真的是又帅 这个效果又不错 而且还要封锁黑棋 黑棋靠住坐眼 白棋再往中间飞 左右开弓 黑棋这个时候的话 AI的建议还是尽量往右边去走 比如说可以虎一个 虎一个打吃 然后把这个三路甲给走掉 这样的话边控至少捞到手 先活一块 中间让白棋联络的话就算了 这盘棋就直接进入到关子 黑棋也还行 或者说搬在这 搬在这 白棋长 黑棋沾 白棋再搬的话 黑棋还是把右边这里 三路甲给走掉 总之就是 不要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这个直接捞空 跟白棋拼关子 黑棋还可以 实战黑棋是往上面冲 那白棋右边搬 这个棋瞬间又变得非常的复杂了 如果说黑棋往这儿虎一个 那里面要卷成一个对杀 黑棋虎一个之后 这个断打之后再顶 是可以把白棋给封锁的 那白棋右边打吃破眼 那黑棋这个地方团住先手 外面打吃包围 白棋就继续把右边这个眼 靠住给破了 这个里面对杀也是相当的看不清楚 这个一定要依靠这个 算力非常强的AI才能 识别到底谁最终能笑到最后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这个时候 这个丁浩主要也是独秒 这个时间上的话 也是柯杰占优 左边这手冲呢 更像是打枪 毕竟脱离主战场 黑棋是想把白棋大龙的眼 给破掉 下一手棋真的是体现出 这个柯杰的才华 这手斑真的是太亮了 这个斑现在 当时看到这手棋的时候 反正像我这种抽棋篓子 是体会不到这种妙处的 就感觉这个棋什么意思 确实看了半天 那我们来看这个棋正确的 应对方式是什么 AI给的建议是往上面扳 白棋呢封锁 黑棋奔一个 打吃 白棋往上跳 黑棋封锁 这样的话 白棋杀右边 黑棋可以往中间去冲破眼 杀白棋整条中间巨龙 这个是黑棋的硬法 实战黑棋断了 这个可能还是跟着第一感觉去走 但是这手棋确实就 算是上当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棋为什么不好 白棋交换一手之后呢 直接往右边打 还是要杀黑棋右边 黑棋往底下小尖之后 现在也暂时顾不上这条大龙的死活了 还是要完命的杀白棋中间 这个棋能杀掉的话就赢了 接下来黑棋沾 但这手棋确实不太好 白棋中间这个地方 断是可以补的 打吃也可以补 你要断的话这个拐打 那黑棋也沾不上了 这个底下要直接撸回去了 你要是这个冲一个 冲一个白棋挡住 你还是得补底下 补底下的话 白棋直接中间搬出去 所以说也就是讲这个棋 白棋中间刚才这手搬 是可以帮助这个中间的段给补掉的 因为有了这手棋之后 白棋一打 你沾不上 而且上面这个天元的位置 还有打吃 可以直接把黑棋给boss 包括走在这也是可以补断的 所以说这个棋实在是太巧妙了 一部妙手 实战白棋拐头 然后黑棋是沾 这手棋降到有十几个点的胜率 AI的建议是提 但是现在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因为提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 白棋左边这里打吃 里面以后团住 黑棋一扑还是个假意 沾也是一回事 之后白棋往中间扳 黑棋断 白棋长 黑棋吼一个破眼 这个时候黑棋也是玩命的去杀就行了 白棋现在是局部不活的 如果说你沾的话被黑棋贴住 整个大龙要被封住 还是要从上面去寻求掩位 实战白棋是往二路跳 这个方向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黑棋也是痛下杀手 先把这个地方给铐断 白棋要冲 黑棋断 等于说白棋的这个底下的尾巴先得撕掉一条 黑棋把看得见的木属先揣在这个口袋里面 接下来白棋中间飞 把这个双板凳给连回 这个棋 黑棋有这一招 可以先挖 挖完之后白棋沾上 黑棋把中间一断 这个白棋中间这一条 气井 要打吃联络 黑棋再一打 然后往上面跳 这样的话 其实整盘棋会形成一个巨型转换 白棋首先底下 左下角这个尾巴死了 左上被黑棋往二路这么一跳 也是半死不活的 不过白棋也有机会把右边 两块黑棋整个惊吞 这个太复杂了 看实战吧 实战黑棋是往中间打吃 白棋反打黑棋提 下一手棋的话 白棋是补了一手 还是想吃右下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往上面贴住 先吃右上的话 黑棋还是往中间断 就不管怎么说 先把白棋底下这个大龙尾巴给吃掉 这个目数不少 实战白棋补右边 其实这个里面黑棋还没完全死 稍后我们就知道了 黑棋还是断中间 白棋左上冲 黑棋再断 这个里面肯定是死棋 白棋不管怎么挣扎都不行 比如说往这挤一个 黑棋中间就补棋 你左边二路点 冲的话黑棋就一路斑 你打吃也没用 打吃的话 这个棋 你站在上面 黑棋补一个段 提掉的话往里面一捅 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半只眼 中间也半只眼 那只有一只眼 四棋 沾的话也不行 沾的话黑棋直接一扑 白棋也死 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 黑棋先吃一条大龙 剩下来就看白棋的表演 白棋往右上贴住 黑棋上面压一手 白棋小尖联络 接下来黑棋的任务就是 右边这两块棋 肯定要至少做活一条才行 如果说全死的话 这个转换还是亏大了 黑棋也是输多了 实战黑棋先挑右下角 开始做活 变一手 然后往右上去飞 白棋贴住 切断联络 黑棋二路跳 坐眼 白棋挡住 黑棋再往二路去 虎一个 这个棋的话呢 这个白棋实战 走这儿虎一个 是有严重问题的 应该是一个勺子 应该怎么下呢 上面可以交换一下 然后靠进去 靠进去破眼 然后关键是要走到 这个一路半 这个是关键的一点 黑棋底下打吃 然后白棋打 黑棋也只有沾啊 你不沾的话 提被白棋往这咔嚓一段 这个以后搬到脚上 再被追打 这个跟白棋打这个结 那还不如这个沾上 跟白棋打底下的结 这个地方反正是一个打结杀 当然前提是白棋走对的情况下 实战白棋虎在这儿 并没有这个对黑棋的眼造成什么影响 黑棋爬一个正确的 然后这个棋白棋 下一手棋选择是棋在这儿 这个棋确实很难了 如果说棋上面破眼 再往这儿一路搬 还是个打结 这个是白棋比较正确的走法 又还原成之前的 黑棋首先可以找本身结 然后像右上的这种断 能帮助右上这根棍子活棋的 也都是结材 这个就打好一会儿了 因为白棋结材也不少 反正正解就是一个打结活 实战白棋挤在这儿 又是一个问题手 那黑棋要走对的话 这盘棋就结束了 这个棋正确的下方应该是站 站在这儿是活棋 因为白棋右上再挤过来 破眼的话 黑棋再沾 底下白棋得一路搬沾去破眼 不过这个地方 黑棋是一只这个先手眼 因为刺一下白棋得沾 这儿有一只先手眼 然后右边这个地方 也有一只眼 贴住 白棋要杀的话只有扑进来 黑棋可以立一个 立一个马上再立就活了 白棋要搬 那这样的话 这个白棋右下角出棋 这也是一个基本死活 黑棋可以断进来之后 再往一路点 这个白棋死了 你提的话再冲进去 而且跟黑棋对杀的话 明显也是杀不过的 所以说这样下的话 基本上黑棋往这儿一立 白棋脚上得补 黑棋再往一路立 就直接两眼火 这个地方近活的话 那这个棋肯定是黑棋优势 即使白棋吃掉右上角这块 也不太乐观 但是肯定也是因为独秒 丁浩并没有下出这手沾 看出脚上的玄机 而是走的团柱 那又把这个 突然零光一闪的优势 又给葬松回去了 白棋搬完之后 打持啊 不要去沾 沾的话那又送回去了 这个黑棋沾 你破眼 黑棋小尖 又还原成之前的这个变化 这个一立之后断 断完之后你打持他一点 这个白棋不能沾 只有打结 那最终绕来绕去 还是回到了原点 双方错进错出之后 依然是一个结真 那这个局势仍然很难说 黑棋往这儿变一个 找本身结 但其实这个棋严格来讲的话 不算是一个机材 白棋可以先把 比如说左上这里打持 便宜掉 然后再往底下去消结 这个消结的话 其实黑棋已经少活了一小半了 这底下尾巴被断开了 就算你把这个里面活棋 黑棋也不太够 这个时候就是白棋90多的胜率了 已经要逆转了 实战 课结真的是 下的也比较嗨啊 这个棋不打算放过黑棋 所以说仍然团住 把这个棋也打下去 黑棋提结 然后白棋中间 多送一个 找结材 再提 黑棋上面斑 这个斑 那白棋就没有跟着硬了 因为你继续断的话 黑棋提 白棋中间这里打 有结材 然后黑棋上面 这个右上角 结材是非常多的 刚才我们讲到 只要右边黑棋 能活出来 某一块棋的话 这个局势都很难讲 所以说右上也是结材的话 这个棋也白棋 可能就很难打 实战白棋 这个时候判断清楚 选择消结 这一消的话呢 黑棋右边大龙先死 但是黑棋就可以就右上角 这个地方 黑棋实战是挤的 这个挤稍微有点温柔 霸棋点的下巴是这个斑 斑过的话 白棋往上斑 黑棋可以先断一个景气 上面冲 白棋斑的话 黑棋沾上 中间把这个黑棋 给尖断的话 黑棋可以挤进去 这个时候再挤 挤掉之后 白棋断打 黑棋再断上去开截 这个反正黑棋 截能打赢的话 右上角全部拉回来 并且中间还多吃一块 这也是决定胜负的 一个截阵 实战黑棋挤一个 让白棋往右边敞 这样的话 白棋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也不可能这样 去断吃中间了 断吃中间 白棋双板凳一补 你再粘上补断 白棋再一飞 把这个棍子一吃 那这个黑棋的 这个目数还不够 右边全死 所以说中间 黑棋不能去断 太小了 实战黑棋粘上 跟右上联络 然后白棋左边这一打 这个其实也是个小片招 这个时候 其实柯杰 已经采取了这个时间攻势 就是每一招棋 都会给这个丁浩去出难题 其实这个棋 黑棋是可以跑的 这一跑很厉害 就是白棋 比如说右边交换一手 打吃仗 磕子的话 黑棋当然不可能 这样无脑的去走 这样影响到黑棋 上方这条大龙的气 以及眼位 黑棋就算直接往这儿搬沾 那也是一种方法 因为二路有个搬断 白棋上面还不活 即使白棋吃掉 这个两颗子的话 整条巨龙也不活 所以说大概有这种棋 实战黑棋还是退张了 没敢跑 没敢跑的话 白棋提掉先手便宜 然后往右上双A一个 黑棋跳回 白棋粘回中间 黑棋左上拐头 再往上一飞 其实这个时候 已经是白棋优势了 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右下角的转换 白棋非常便宜 接下来的话 白棋冲一个 其实这个棋已经可以收兵了 就把上面虎一个 关子收一收 让黑棋做活 白棋再把左下最后的一个 这个 断打完之后 一路搬的 棋针隐患给他消除 就补一手 这个已经是任赢的一个下法了 确实白棋优势 大概领先一个天目样子 实战科捷真的是 不依不饶 这个地方还要把黑棋给断开 这个断开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黑棋就这样打持 提捷 那白棋就把这个捷给你拼下去 只要这个黑棋 比如说这样退让 白棋在提 你只要忍耐回去的话 只要逼迫黑棋 把这个补起来 白棋这儿 气送出来一口 那直接就来一个大伸腿 就要把黑棋给杀掉了 这里确实也牵扯到 这个死活的问题 那黑棋有些先提 白棋找机材 直接粘的话呢 也行 因为这个粘虽然说 现在只有死口气 黑棋上面还有这个跨段 你要粘的话 它可以贴住这样反杀 但白棋就直接可以这个打持 然后黑棋反打 吃掉白棋左上 白棋往上一扳 吃掉黑棋右上 形成一个巨型转换 这个转换下来 依然是白棋优势 这个白棋的控制不亏的 所以说即使现在白棋就 直接粘上都行 实战白棋还是继续打这个截 中间一打 提过来 黑棋右边断 然后白棋再次选择了 这个弹幕最多的下法 就是往上贴住 这个棋真的是 这招棋下出来 那就没法做朋友了 这个完全不给黑棋任何的活路 黑棋提掉 白棋再办 这个时候有多大仇 然后黑棋打吃 这个时候靠断 直接断上去开截的话 主要是吃的比较小 左边这里提一个 白棋就把这个截一笑 黑棋也没有什么好的截材 因为你这个截的话 你左边必须得提这个截 你要不提的话 比如说你直接打右边 白棋这样一沾 那黑棋中间这六颗子 棋筋出问题 只能依靠这个截的话 白棋底下大龙就有机会活了 所以说上面这个截针 其实也影响到 左边黑棋这个六颗子的棋筋 能不能稳固的吃住白棋大龙 你这个地方还是得补的 然后白棋把截削掉的话 黑棋右上角打吃 但这样白棋还是不损什么东西 因为脚上这里反打之后 随便往一路跳一个就活起了 这个黑棋收获不大 反而是上面这里 被白棋全部提通的的话 这个损失有点惨重 实战的黑棋跨段 想吃的更多 但这个地方科捷也是最终的致命一击 往这儿一夹 黑棋也是不行了 因为你要是比如说吃右边的话 那白棋底下一沾 又形成一个截针 这个光是左边这里的本身截就不少 你上面压过来 白棋全部联络就行 你再提白棋左边再一沾 本身截再提过来 接下来可能要万截不应了 把你这个六颗子一抓 白棋大龙瞬间复活 没有任何一块棋能跟这个价值相匹配 所以说黑棋还是只能先提掉这个棋 确保自身的联络 然后白棋再把右边这个沾上 比如说这个棋打了半天 白棋都没有伤到皮毛 接下来黑棋往上打 这个右上角还得忙活 然后白棋又是先手提截 黑棋又下去断 然后再提过来 白棋也是看清楚了 直接把这四颗子一吃 让你黑棋先手提截 然后白棋再把这个左边一提 黑棋 左边拐住 白棋再一站 走到这儿这个黑棋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截打下去的话 刚才我们讲到黑棋没有什么截材 相反白棋底下 比如说这个一路跳 要求连回大龙 还有本身截可以用 你黑棋再挡下来 白棋再提截 黑棋的下一枚截材已经没有了 找不到了 随便你找什么白棋万节冰 把这个截针一削 一沾 这样吃通黑棋的话 白棋大龙瞬间复活 那这个棋也赢多了 可以说这盘棋是相当的精彩 同时也是非常的伤脑 全盘都在计算 严重感觉这个脑细胞已经不够用了 可以说这盘棋 柯杰真的是发挥了 除了在右下角 这个地方和丁浩同时出现 这个死活上的一个误算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的这个下法真的是行云流水 而且完全按照自己的这个 连贯的思路去执行 丁浩也是被折磨的非常惨 这个最离胜利最近的机会 就是在右下角 如果说黑棋能近活 那这盘棋黑棋又是 但是走成一个打结活之后 后面也是不堪柯杰的各种这个挑衅 然后逐渐上头 但是这个棋确实围棋升棋是没有用的 还是要比拼这个局部的一些计算 但是恭喜柯杰 再次获得胜利 像柯杰现在的这个状态 这个比赛只能说 后面的希望非常的大 希望柯杰继续能保持住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